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形容 首相纳吉的来访非常重要 因为马中是隔海相望的近邻 更是相互依赖相互尊重的伙伴 习近平称 敦拉萨为马中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做出历史性贡献 他赞扬纳吉继承了其夫妻的精神 会上首相纳吉则形容 自己是中共六中全会闭幕后 首位访华的外国领袖 因此借此机会 恭贺赞扬习近平的领导和远见 代表团会议结束后 纳吉和习近平举行了两人四眼会谈 随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邀请首相和夫人罗斯玛共进晚餐 八度空街王露彤 中国北京报道